Pokemon Get The 5個月前 小智的聲優松本離香登上了音樂頻道The First Take 作為與小智一覺的告別 他演唱了這首寶可夢最經典的主題曲 目標是寶可夢大師 這首在26年前發行的作品 相信松本離香已經在各種場合下演唱過了無數次 但即便如此 你還是能在這個視頻中感受到它在演唱時 充沛的能量和洋溢的幸福感 其實在作為聲優之餘 松本離香還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歌手 舞台劇演員為本畫師 大家好我是P醬 今天這期影片就要和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 這位全能藝人松本離香 開始之前記得先給P醬來個讚還有訂閱哦 松本離香出生在一個演劇世家 父親是戲劇團的團長 家庭的影響讓他自然而然的成為了一名舞台劇演員 從小到大松本都是人群中最能活躍氣氛的存在 對於走上演藝的道路身邊的人也都覺得是理所當然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充滿表演天性的人卻在19歲時被迫結束演員生涯 當時的松本被確診的結合還被醫生告知 繼續演戲的話可能會危及生命 因此他不得不暫時離開舞台 但松本並沒有因此放棄表演 偶然接觸到廣播劇的他發現 通過麥克風同樣也可以表演也可以表達自己 於是在好友身似紅衣的鼓勵前輩名鼓無章的推薦下 松本在1988年參加了動畫《小松君》的角色詩音 由此開啟了他長達35年的配音之路 雷神王 雷神王 無敵合体 松本離鄉為很多少年角色配過音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毋庸置疑就是 是寶可夢的小智啦 但其實松本離鄉一開始詩音的角色 並不是小智 而是小智的勁敵小茂 但導演將他當成了小智的後補 並在詩音之後覺得小智非常適合他 就由他來擔任 沒想到這一配就是26年 在這26年間 松本離鄉幾乎每周都會與寶可夢相伴 比起一份工作 小智已然成為了松本離鄉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迄今為止含了超過1000次的GEDDATSE 更是成為了松本離鄉的口頭禪 甚至還在人家假面騎士的演唱會上 喊出這句寶可夢的經典台詞 沒錯 松本離鄉不僅是聲優 還是一名出色的歌手 他與日本的三大特售篇都有過合作 早在1990年 他就為地球戰隊五人組演唱過歌曲 還曾在2000年為奈歐斯奧特曼演唱片尾曲 2000年7月 松本離鄉還與水木一郎 影山浩瑄 反北英三 演藤正明 結成了著名的演唱組合 Gen Project 舞台劇期間的演唱經驗造就了松本離鄉出眾的唱功 充滿銀器的聲線和十足的魄力 更是讓他成為了首位為假面騎士系列演唱主題曲的女歌手 在配音的工作開始之後 松本離鄉得到了各種演唱歌曲和主題曲的機會 而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寶可夢動畫的第一首主題曲 《目標是寶可夢大師》 順著寶可夢的熱潮 歌曲創下了發售200萬張的記錄 更是成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憶 開頭小志的一句 《POKEMON 激動大勢》 一下子就將觀眾們拉進了角色和故事當中 速度感十足的主歌 充滿鬥智的副歌 精彩的Solo 流暢的情緒過渡 以及趣味十足的音效 搭配上小志聲優松本離鄉的全情投入 成就了這樣一首動漫神曲 在《目標是寶可夢大師》之後 松本離鄉也陸陸續續的 為寶可夢演唱了非常多耳熟能詳的歌曲 《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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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聲優和歌手 松本離鄉還有一個顯為人知的身份 就是兒童繪本的畫師 他曾經發行過一本叫做《Ummelacho》的繪本 並錄製了繪本的朗讀CD 他希望通過繪本和聲音 陪著那些雙親都在工作缺少陪伴的兒童 2023年3月11日 松本離鄉獲得了第17回聲優獎的兒童家庭獎 為孩子們帶來笑容和夢想 是他一直以來的目標 獲得這個由孩子們來選擇的獎 相信對於他來說一定意義非凡 每年神社に行ってお祈りする時に神様に 子供たちそしてみんなを笑顔にすることがあるのであれば 是非私を使ってくださいとお願いしています それがなんか今ちょっと叶ったような そんな感じのショーでございました ファミリーキッズ賞ゲットだぜ!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よっしゃ 行くよ ポケモンゲットだぜ! 在小志退役之際 松本離鄉登上了The First Take 不同於原版的青色 26年的時間讓他完全融入了小志這個角色 並且與小志共同的成長 松本離鄉今年已經54歲了 但在他的嗓音中 也感覺不到任何的退化或者疲憊 相反他展現出了比26年前更加成熟的唱功 可見松本老師在背後下了怎樣的功夫 在這個版本中聽到了很多原版沒有的 充滿力量感的咬字和親近全力的高音 彷彿要將對於這部作品的全部情感 都倾注到歌曲中 對於小志不再擔任主角這件事 松本離鄉也在各種場合中 投入過自己的不捨 但比起自己 更多時候我們所能看到的都是他在安慰觀眾 鼓勵觀眾 對於這次的演唱 松本離鄉也留下了自己的留言 這是一首可以振奮大家的歌曲 今天我也和大家一樣收到他的鼓舞 人生不就是一場的first take嗎 因此不要害怕盡情享受往時微笑 人生會朝著好的方向前進 希望大家在聽了這首歌曲後 能邁出自己的第一步 嘗試更多的新事物 如果能這樣的話 我會非常高興的 我會非常高興的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聽完整首歌曲就像和松本老师一起 回顧了這26年的旅程 其中有笑有淚 但不論遇到怎樣的困難 只要不放棄 就一定能夠實現夢想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有许多优秀的长篇动画 一路陪伴着我们 而这些长篇动画的背后 需要非常多人的支持 其中就不乏那些 为角色奉献一生的 老一辈生游们 因为他们的真诚 努力 坚持 才能为大家带来 这么多的欢乐 梦想与希望 随着角色的退役 这些老一辈生游 可能也会慢慢地 淡出我们的视线 但他们所带来的感动 会永远切切实实地 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好啦 今天的影片 到这里就结束啦 如果你也喜欢这一期的内容 就请别忘记 给皮奖来个赞 还有订阅哦 你的鼓励是皮奖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